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局记,我是小安妈妈 这是小安妈妈在好几年之后再次用视频的方式来演示一本书 那为什么选择用视频呢? 也是因为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了动物的伪装术 而且它用非常巧妙的透视的方法来讲解这样的一种伪装术 那就必须得用到视频了 音频可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打开 看一下究竟有哪些动物的伪装术呢? 比如说在这一页上面有几只蜜蜂在白色和黄色的花朵间飞来飞去 忙着采集花粉和花蜜 不过它们可要当心啊 谁正在盯着小蜜蜂?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如果没有看出来没关系 我们把这一页对着阳光下一照 哇 透视的效果就出来了 你看到那两只小东西了吗? 这两个小东西啊就是黄蟹珠 黄蟹珠正在等待时机准备发动进攻 黄蟹珠会变色哟 在黄花上变成黄色 在白花上变成白色 不过既然它的名字叫黄蟹珠 其实呀它一开始的初始颜色是黄色的 所以蜜蜂呢很难发现它们 那黄蟹珠呢 它的初始颜色是黄色 从黄色变成白色 可并不是像变色龙那样 想变就能变的哟 黄色变成白色需要六天 那如果从白色再重新变回黄色 则需要大约三十天 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的黄蟹珠同学 有的时候其实是白蟹珠 当然它只能在白色和黄色 这两种颜色之间切换 可不能说想变成紫色蓝色都可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页 有一只颜色鲜艳的咬娟停在树上 它饿了想找只小虫吃 你看到虫子了吗 是不是很难看到呢 感觉就是一棵树 黄黄的绿绿的叶子 哪里来虫子呀 我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一 二 三 四 四点五 五 如果没找出来也没有关系 同样的 这本书的神奇之处 就是在它的透视功能 我们把它对着阳光一照 立马就显现了 无处逃遁了吧 我们的小虫子 还好我们的咬娟 它没有这样的透视功能 毁得我们的小虫子可就惨了 是不是啊 一只竹节虫 静静地趴在树枝上 它长着长长的身子和长长的腿 再加上褐色或绿色的体色 看上去就是一根小树枝 一模一样对不对 真是太牛了 而且它还能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夜里 它都说女儿都睡着了 它才开始活动 所以啊 我们的竹节虫也算是一种夜行动物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两页 第一页上面 我们的黄蟹猪是为了抓蜜蜂吃 所以伪装了 它是属于捕食者 有英文说的话就是predator 那我们的这页上面的呢 竹节虫 它是为了避免被咬娟发泄 它是一个被捕食者的伪装 英文也叫prey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页上面讲的是捕食者 还是被捕食者呢 班露一家似乎有些不安 是谁在嘻嘻缩缩的穿过草丛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 是不是啊 但如果通过透视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不止一只哦 而是有两只 这是孟加拉虎 孟加拉虎 它的橘色的皮毛上 有长长的黑色条纹 在光影斑驳 又高又密的草丛里 你很难发现它 所以呢 这是又一个捕食者 伪装自己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呀 还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捕食者和被捕食者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保证自己能够 成功的抓捕住动物 所以其他动物 所以呢 他们会把自己伪装起来 是一本值得好好的去玩一玩 学一学的书 那这本书最后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人类也懂得伪装哟 以外观察者会穿一种迷彩服 上面有绿色灰色和棕色图案 这就是一种很棒的伪装 这样的话呢 其他动物就不能发现我们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当然不是把他们抓来吃了 而是在那里 一动不动 静静地观察这些动物 对这些动物动物 有更好的了解 好了 如果你们对这本书感兴趣 也喜欢动物的话 赶紧去图书馆里找来看一看 或者去买来读一读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咯 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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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咯